6月的股东会旺季还没有到 不过股东会纪念品大战却是提前开打了 今年几家有股权争议话题的上市贵公司都送出了不错的纪念品 像是台本呢是送了780元的玻璃保温盒 那么泰山呢他们选择像这样子的真空保温杯 其他还有像是电动牙刷跟200元超商礼券等等 纪念品达人就说了 今年纪念品平均把它看起来是比去年更好的 到底还有哪一些让股民期待的纪念品呢 请跟着非凡新闻镜头一起来抢先瞧瞧 一箱将股东会纪念品不断往上跌 6月股东会还没到纪念品大战却早就开打 达人小富爸爸一口气就扛回20箱的台本纪念品 拉开保温袋里头有两个大size的保温盒 材质是透明玻璃坚固耐用 还是知名的厨具品牌 市价大约780元 今年曾经陷入经营权之争的台本 股东会纪念品可以说是大方送 同样面临股权之争的泰山 送出了真空保温杯 质感不差市价也超过200元 泰山其实今天的纪念品是那个钢杯 还蛮真的蛮有质感的 对那台本的部分呢 它是两建筑的保温盒 我觉得那也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个商品 忙着整理纪念品的小富爸爸 一一清点CP值比较高的纪念品 例如开发精致玻璃茶具组 元大金将送出甲克 红杰科是超商200元的商品卡 中约准备好了电动牙刷 而且这些光靠领股就可以领到 实样商品花不到300元 换来市价却能超过3000元 我要买领股的话 小额投资的话 你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先挑选你觉得不错的公司 那要特别注意的有一些公司 我们蛮期待的 比如说像中纲去年呢 它有泰杯 那今年呢听说也有不错的东西 算一算今年上市柜公司 挑纪念品 首选还是婆妈最爱的日常用品 再来才是清洁器具还有食物 质感或者数量都有提升 不过目前还有超过四成的公司 尚未公布股东会纪念品是哪些 包含股民人数最多的中纲 会不会让传说中的泰杯重出江湖 也让小股民们相当期待 接来见科手兵 台报道